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让熟米妈来说这则小故事给你们听哦 鳄与艾伦又大又可怕的牙齿 鳄与艾伦的家族时时代代都已擅长吓人出名 整座丛林的动物都知道它们超级可怕 吓人真的是艾伦拿手的事了 每个早上鳄与艾伦都会这样开始他的一天 他擦亮他的鳞片磨尖他的指甲 开始刷有大又可怕的牙齿 而且每颗都要刷至少十分钟呢 天哪会不会太久了呢 然后他会在镜子前练习最恐怖的表情 接着他会流进丛林里 为上午的下人时间做准备 艾伦大吼着发出低沉的声音 而且卡拉卡拉磨他的牙齿 然后对着大家说 大家好 我是又大又可怕的艾伦 我的牙齿就像剃刀一样锐利 怕了吧 哈哈哈哈 他说 一看到艾伦 青蛙们吓得从荷叶上跳了起来 猴子们吓得也从树上叠了下来 鹦鹉们也害怕的嘎嘎嘎的叫 就像金刚鹦鹉一样 哇哈哈哈哈 吓人真的好好玩呢 艾伦很得意的说 一整天下来 下完丛林的动物之后 艾伦会回到沼泽的家 放松一下 玩一玩丛林时报上的抑制游戏 然后接着 拿掉他的假牙 没有任何人知道 原来艾伦的牙齿 其实是假的 是假的哦 晚安牙齿 欧地下人假牙 晚安 没有牙齿的艾伦 讲话有点不太清楚 像含乳蛋一样 接着艾伦会一边说 一边把他的假牙 很小心地 守在一个超级隐秘的地方 有一天早上 何离 贝瑞很早就起床了 他要出门收集树枝 没想到 刚好遇见还在睡觉的艾伦 呼哭哭 贝瑞很怕吵醒艾伦 之后会被一口吞进肚子里 于是他赶快地躲到灌木丛的后面 哦 好险 没有被发现 贝瑞想着 就在这个时候 一副假牙 从灌木丛 掉了出来 还发出熟悉的 喀啦喀啦的声音 等到艾伦醒来后 他发现 他的假牙不见了 我的假牙 我的牙齿 我的牙齿 你跑去哪里了 艾伦没有了牙齿 讲话真的很不清楚 他该怎么办呢 说不定其他人 会不会发现这件事 可是 没有了牙齿 他还能继续吓人吗 嗯 他决定试一试 一如往常地到丛林里去 大家一看到艾伦 青蛙们 从荷叶上跳下来 猴子们从树上跌了下来 鹦鹉们嘎嘎嘎地叫 因为 因为实在是太好笑了啦 艾伦少了牙齿 根本就不可怕嘛 大家哈哈哈哈 大笑了一番 艾伦悄悄地溜回沼泽 他从来没有这么地丢脸过 他的家族 世世代代以吓人出名 而且他会做的事 就只有吓人啊 可是 失去假牙 现在该怎么办呢 可怜的艾伦 忍不住 哭了起来 一开始只是掉了几滴眼泪 后来 他的眼泪 一颗接着一颗 掉得不停 他嚎啕大哭 哭了又哭 哭得比丛林里 所有动物宝宝 还要久 还要大声 他根本没有办法停止哭泣 直到隔天早上 动物们都聚集在 艾伦的沼泽前面 带着他又大又可怕的牙齿 我们准备 把牙齿还给你 青蛙说 真的吗 艾伦说 不过 有一个条件 以后不能再吓我们了 我们想到一个好主意 青蛙对着艾伦说 现在每天早上 艾伦擦亮鳞片 磨尖指甲 刷好又大又可怕的牙齿之后 他会走进丛林里 变成 圆艺大师艾伦 他可以用尖利的牙齿 修整灌木丛林 接着他可以变成美法师艾伦 用尖利的牙齿去帮动物们剪法 还有可以当个牙医师艾伦 因为他总是 把他的牙齿照顾得很好 大家想请他帮忙 照顾大家的牙齿 可是到了晚上 他又会变成 又大又可怕的故事高手艾伦 专门讲恐怖的故事 吓吓丛林里的动物们 哇哈哈哈哈 吓人真的好好玩啊 有了牙齿的艾伦 讲话就比较清楚了 艾伦得意的说 有时候 他甚至还会让 和离贝瑞 借走他的牙齿呢 小朋友想想看 原本鳄鱼艾伦 是很可怕的一个动物 可是当他拿掉了假牙 就变得不可怕了 当他不可怕的时候 他还可以做什么呢 那他的假牙到底是被哪一只动物给拿走了呀 故事中 动物同意归还假牙给艾伦 但是他们喜欢艾伦 跟他们有什么样的约定呢 如果你是艾伦 你可以这样欺负别人吗 如果你是其他动物 拿到了艾伦的假牙 你会想要归还吗 这里有好多的问题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呢 好咯 今天的晚安故事就到这里了 晚安 亲爱的宝贝 祝你有个好梦 我们的话 屁心不可怕 地团 比如用 好梦 这是 这个 怎么会 要 你知道 妈 一起 嘴